为什么牵下刺头型球员? 魔术是一般化为球迷解惑,结果球迷乐乐胡人惊吓动作不断,牵下了詹姆斯,比斯利,斯蒂芬森,龙多一系列球员。 但除了詹姆斯正常一点外,其他几位都是出了名的刺头型球员,那么胡人为什么要牵下这么多的刺头型球员呢? 可能大家和我一样疑惑吧,今天,胡人总裁魔术师约翰逊就为大家解惑。 今日胡人总裁魔术师约翰逊接受了记者的采访,谈到胡人在今年夏天招募到了龙多、麦克尔、比斯利,史蒂芬森和麦基是否会对球队的文化产生影响。 魔术师说道,这没有问题,我们喜欢他们不同的个性,喜欢他们带来不一样的东西,我们需要他们的一些任性和他们的强硬。 像比斯利、龙多、史蒂和麦基们确实都很有个性,他们性格方似,喜欢顶撞教练,不听教练的话都是常有的事,同时他们还会在球场上做出让人分解的事情。 用一个词,形容就是恶棍吧,虽然他们个性着扬,但是他们能力不足,在球场极为积极,球风更是强硬,龙多有名的球场鬼才球伤极高。 战术大师,实体防守汉将,个人进攻不错,比斯利更是单挑的好手,虽然他们都属于神经刀球员,但是把他们融合到一起真的有可能爆发出惊人的化学反应。 再加上战姆斯的领导,新赛季的胡人队真的很令人惊呆,球迷们也是很高兴,期待这有点乖的阵容们,迸发出不一样的火花,加油吧,胡人队!